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退再退 越来越多的土地被对方侵蚀 这也无形中打击了我方的士气 日本人越来越嚣张 1937年 日军在南京展开了大屠杀 30万无辜军民就这么被他们杀害了 自此之后 整个国家都被恐怖笼罩着 不管是军队还是平民都看不到胜利的希望 很多人甚至认为不如就这么投降算了 但没想到我军在不久后实现了一次逆转 日军有5万人的军队向徐州进军 一直失败的我国军队 为了取得胜利派出了大队人亡 两军在台而装相聚 立刻展开了激烈的战争 当时日军仍然认为他们能够轻松的赢下这场战争 毕竟他们的武器比中国要先进很多 但令他们没想到的是 我国军队一直咬牙坚持着 死也不撤退 就这么僵持了一个多月 我就为何要如此坚守呢 原来是一位台而装饰徐州的门户 连通运河 一旦被日军占领 后果不堪设想 本来在最后时刻 日本的援军马上就到了 但我国的指挥官李宗人当机立断 让手下全力追击溃散了日军 这才一鼓作气击败了他们 胜利的消息传来 大家都欢心不已 因为这是中国第一次战胜日军 虽然只是小小的胜利 但它让人们看到了希望 让中国人又有了信心 在这次战役中 中国参战军队共有29万人 伤亡就有5万多 而日本参战仅有5万多人 最后阵亡2万多人 有人会说我军伤亡的人数 是对方的二倍还多 这算什么胜利呢 但其实不应该这样算 一是因为对方武器精良 二是我们成功破坏了日军占领 台而装的计划 这是我们第一次打的对方撤退 这难道不是一种胜利吗 正是因为当时那些中国人的奋起反抗 日本才没能实现他邪恶的计划 才有了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 大家说是不是啊 你还知道哪些历史故事 欢迎留言哦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orum charity一ER栋目